哈喽,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 有Miss Licious TV 继续上一集的交通篇 酒店安排了都督车去 扣鸟类的码头接我们 之后我们就兴致勃勃地往酒店的方向行驶 后来 我昨天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摆了一个很大的乌龙 我忘记把我腿换好的太币 带来泰国 我把它整个全速地留在马来西亚 然后等到我来到我的酒店的时候 我的车夫跟我拿车费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原来我没有带钱来 我真的一分钱都没有 所以我现在跟酒店借脚车 去附近的ATM机器 按钱 用Credit Card没有办法 幸好我有带Credit Card 好,我们现在出发 这个就是酒店借我的脚踏车 酒店的工作人员跟我说 整个Koyal内岛一共有5架ATM提款机 然后工作人员是跟我说 向左踩或者是向右踩都可以看得到ATM提款机的 不过他是建议我向左踩 因为左边的ATM提款机在岛上的历史 比较久了,大家一向以来都用惯了 没有什么问题 我终于看到ATM提款机了 我吃了大概有8分钟 它其实就在Sixsan Yanoi的路口的对面而已 我之所以会认识Koyal内这个岛呢 其实就是看过Sixsan Yanoi的一张海景照 本来我很想入住Sixsan Yanoi的 不过它一碗的价格真的是实在太贵了 大概要2000块马币一碗 唉,住不起 Koyal内岛上的路就是这个样子的 很少车 其实你们有听到虫叫声吗 好,我现在就要去提钱了 不然身上真的一分钱都没有 我已经提好了太币了 它这个提款机我觉得有点特别 他们有跟FamilyMart联合做促销活动 我刚才在提款要结束的时候呢 这台提款机就问我要不要免费去FamilyMart领取商品 我就按OK之后它就出了一张纸条 那列明说我可以用这张纸条呢 去泰国的FamilyMart免费换取可乐或者是杯面 咦,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哦 在马来西亚的ATM提款机 好像就没有这样子的话免费商品的 不错 就当作是意外中的小收获吧 好,我现在要骑脚踏车回我的酒店 我的老公和女人应该都在等我了 幸好Koyal内这个岛呢发展的还不错 整个岛还有五架ATM提款机 我记得我以前好几年前呢 去Koyal Bay立贝岛的时候呢 整个Koyal Bay只有一台ATM提款机 如果那一台ATM提款机有什么故障的话 或者是已经没有钱的话 就真的是求助无门了 这个是我骑脚踏车经过的海岸线 很美 可以看到漂亮的攀牙湾 如果这一次来Koyal Bay 我没有带我的女儿一同同行的话 我应该会和我的老公一起驻脚踏车 就这样子环岛踩 应该会很不错的体验 这间云算很特别对不对 它前面好像有湖水这样的 然后隔着马路对面 就是这样漂亮的海景了 风景实在太漂亮了 无敌美景 前面那个白色的你们有没有看到 就是我入住的酒店 Kek Kudu Hotel 好 我现在就要踩脚踏车回去咯 这个是他们在这边的一个小红尖也还蛮舒服的 在这边的一个小红尖也还蛮舒服的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呢 请记得按赞 再来分享这个视频给你身边喜欢女性的朋友作为参考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不想错过我接下来的影片的话呢 请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